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做一道蛋香炒飯 那我們會用到哪些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我們 昨天晚上 這個已經煮好放在冰箱的飯 因為我們家都會煮很多飯 然後多的我們就放在冰箱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從冰箱拿出來 這個都結塊了 結塊了 然後呢我準備這個兩顆雞蛋 還有一個絞肉 那還有蔥花 當然這個鹽巴味素啦 米酒都要 那我們首先 就是說把這個蛋 先把它打好 先打好 我們拿一個碗把它打好 你先打到碗裡是確保沒有壞蛋 不然這個蛋如果壞掉的話 這個就麻煩了 你要換就 就會被溫然 那我們確保這個蛋是好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倒到我們的 這個飯裡面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 就是因為這個飯 它已經結塊了 那你就是用這個蛋 去跟它揉一揉 跟它揉一揉 這樣的話 飯就不會結塊 阿不然你光是用手去剝那個飯的時候 飯還是會黏在一起 不好剝 那因為有這個蛋 當戒指 所以它 它會 很容易的把它結塊打散 那為什麼說我們要先做這個動作 我們就說打算讓這個 米粒 泛力 浸泡在這個 這個蛋液裡面 讓它 充分的吸收 所以呢 我們這一道這個 這個 蛋炒飯 你基本上是看不到什麼蛋 因為它那個 蛋的一個 成分 都會被吸收 到這個米粒 那個泛力裡面 那我們一開始 先做這個動作 就是說等我們 把這個肉 炒熟以後呢 這個蛋汁 已經會被吸收的差不多了 會充分 進到這個米粒的中心 這樣的話 會比較滲透到內部這樣子 就可以節省時間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很均勻 而且 而且這個 這個米有點被上色黃黃的 那 我們如果炒出來 這個 這個蛋炒飯 就 等於說 有一個 金黃色的感覺 感覺是非常漂亮 不會像 一般這種炒飯這個 泛力啊 是白白的 好 那我們就把它攤著 讓它 讓它去 吸附在裡面 那這時候我們先來做 爆香的動作 那我們 蔥花準備了多了一些 那其中有一部分 就是要爆香用的 先爆香 那留一部分 等一下 飯炒好了以後 再放進去 那我這個蔥花 是 是這個 冷凍的啦 那我們一般來講 這個 這個絞肉 也是冷凍的 我先退冰 因為那個炒飯 你不會把它當成是 那種 常態性在吃啦 因為你 你一般來講就是 比較沒有時間的話 我們來吃個炒飯這樣子 好 那倒不到有一點 微焦就好了 就可以 趕快把這個 肉放下去 好 那我們放下肉的時候 來 順便倒一些 米酒 因為我們不想 讓這個肉太乾 好 那 太乾太柴就不好吃啦 那肉的話 我們稍微放點米酒 也可以順便去腥 好 那等到你把這個肉都炒熟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飯放下來 好 好 肉差不多熟了嘛 那我們就 加一點 鹽巴 這邊是鹽巴 那 鹽巴 你加多一點 因為這個 段炒飯 就是鹹才夠味才好吃 好 那加一點味素 好 這時候我們要加 加一點油 因為油 不要太少 太少的話 你那個 那個蛋 很容易 就黏在鍋底了 好 好 那這個水要讓它稍微收一下 好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來換我們的蛋 那個蛋跟這個 飯了 好 好 好 謝謝 。 好,那這時候你的火不要開太大 因為有蛋的關係 可以讓你來做一個團結合 你來做一個團結合 可以做一個團結合 那個團結合 就像是在一起 把這個肉結合 然後就像是在一起 就是你做一個團結合 就像是有一個團結合 有的團結 我們要做一個團結 好,那這時候這個蛋的香氣已經開始出來了 因為這個蛋慢慢被收乾了嘛,所以這個飯粒會一粒一粒分開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幾乎沒有看到什麼蛋的存在 因為都被吸附到這個米粒裡面 好,那這時候已經快好了,我們就把剩下的蔥花把它放進來 等於說是上點顏色啦 還有就是說你如果要做這個蛋炒飯的時候 你在煮飯的時候,就把那個飯煮得乾一點 你不要加太多水 我們今天的飯是稍微有點軟一點 好,那它會有一些這個 這個黏在鍋巴裡面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你如果是用那個不沾鍋就不會 就比較不會有黏鍋底的現象 好,畢竟我們炒飯講究的是粒粒分明嘛 好,那所以說呢 你飯的話是稍微乾一點 是比較容易粒粒分明的 好,那因為這個 這個有蛋包裹,所以說 它也算是粒粒分明 是有比較水一點,但是它還是粒粒分明的 好,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好 好,這樣就差不多了,我們可以來 雙盤了 好,這邊 好,這個就是我們做好的蛋香炒飯 好,以上是我今天為您介紹的蛋香炒飯 希望各位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你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請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也別忘了幫我按一個讚 謝謝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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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